日前,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在B站,bilibili,bilibili,发布如此打工30年视频,讲述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。 该视频迅速遭封禁,但网民接力转发。 网易的B站账号被发现无法关注。 1月9日,网易在B站视频如此打工30年引起网络关注。 该视频,链接,长约11分钟,主要反映一批安徽省合肥市的农民工为生计而奔波的真实状况。 安徽省合肥市有三大民工集散中心,影片从其中一处路口入手,一个上午,该处就有约1000名外地来的农民工想找工作,大桥下也是等着按天结算工资的人。 这些农民工多是55岁以上,做的是运垃圾、拆墙等劳力工作。 有人凌晨四十就开始等活,有人的生活标准极低,有人380元一宝没钱交,有人艰难养活第三代。 57岁的董桂兰身体不适但不愿就医,因为一检查就要花人民币600、700元,而他已欠下两个月房租。 花20多万取来的儿媳妇吵架时甚至威胁要丢下他不管。 54岁的王兆喜到合肥十几年了,一早六十去工地干活,晚上七十回家,虽然已经累得搬不了砖,但又说还得再做十年,因为一家人都仰赖着他。 视频里还出现人们为了争工作机会而互相扭打的场面。 在街边提供免费午餐的陈先生问一些已65岁68岁的农民工为何要出来工作,他们的回应都是想赚点钱给老伴养老,因为孩子也有孩子的压力。 视频说,这一带的农民工从小吃不饱饭,到吃饱饭了就开始干苦力,干完苦力就开始打工,打完工就老了,老了还得干。 盖了那么多房子,但是没有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。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字,2022年中国农民工总数约219562万人。 该视频于8日发出,9日引起关注后被删。 大陆民众发现,不仅视频看不到,网易的B站账号也被封杀,无法关注。 但网民接力转发,更多民众将视频转发到海外。 海外社交平台网民留言,心酸,往后还会有更多这样苦的人,心酸啊。 到处都是,仿佛看到了自己,打工人太惨,很难存下钱,只够温饱。 老了拿最低保障,死在破败的房子里。 一想到这样的命运,就心灰意冷。 如此打工30年,后面还有一句,直到大厦崩塌,现在就是大厦崩塌的时候。 现在发布事实,等于冲塌了。 突然想知道,互联网墙有没有可能推倒。 人民中会认识到,唯有一血还血,才能让他们听懂人民的愤怒。 还有网民说,网易去年的年终总结都被全网禁了,我看一次哭一次。 去年做2022年度总结也被封杀过。 网易经常做这种专题报道,光我看到的,都不知道被删了多少。 早在2022年底,网易新闻因盘点当年的新闻,发布了题为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视频,涵盖封城惨状、铁链女事件、唐山打人案等一系列悲惨事件。 该视频同样被删除,网传网易相关人员遭整肃。 上海杨浦公园部分湖堤被爆用墓碑铺城。 当地相关部门证实,修建公园时缺乏石料,使用了一些无主墓碑。 近日,上海网民发帖爆料称,杨浦区杨浦公园部分湖堤用墓碑铺城,感觉有些瘆人。 网民透露,看别人公众号介绍以为就几块,万万没想到整个湖周围一圈都是啊,差点误以为这是墓区了。 1月9日,上游新闻报道,杨浦区绿化和氏荣部门称,此前已请当地文物部门调查鉴定,这些食材并非文物,不具备历史性,也不具备科学性和艺术性。 文物部门证实,修建公园时因缺乏石料,用了一些无主墓碑。 报道称,这些湖堤上的墓碑位于杨浦公园渝湖景区,墓碑的主人大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此落葬。 其他网民留言说,不敬仙人,无所顾忌,世风日下。 这是说明,普通人死后,哪怕你立了碑,有年月有名字,多年过去后也不会再有人记起了,碑也不是你的,仿佛没有存在过,普通人死了之后焚给平了,然后还被讲没意义。 这很炸裂,果然是国籍大都市上海,那个年代,没有尊重死者一说。 当然,这个年代也一样。 杨浦公园面积22.36万平方米,始建于1957年初,1958年1月24日建成开放。 原至以前是一些农田、池塘和居民小村落及零星坟地,第一批征地12.47公顷建公园后,又先后五次扩建至现在的面积。 最近,辽宁省沈阳市、复兴市接连发生爆燃事件。 1月10日,沈阳市一小区发生燃气爆燃,大火从住户阳台往上燃烧,现场浓烟滚滚。 0日下午,辽宁沈阳市和平区通报,下午1时26分左右,该区和平大街96项23号3-5-2房屋发生一起燃气爆燃事件。 通报称,此次系居民使用燃气操作不当引发爆燃,现场一人受伤。 网传视频显示,现场大火持续燃烧,民众表示,已经五分钟了,消防还没有来。 视频中,大火从屋内窜向阳台,再往楼上烧,滚滚浓烟直冲上天,阳台疑似被烧毁,被烧毁的物品不断往楼下掉。 网民留言说,好可怕,外墙都黑了,那几户应该不能再住人了吧? 又是和平南大街吗? 多安燃气爆景气了,这怎么算啊? 该次燃气爆炸前一天,1月9日,辽宁复新市张武县一小区也发生爆燃。 该县荣媒体中心消息,9日上午10时21分,新兴社区金元荣城小区自来水施工现场发生爆燃,现场一名施工人员受伤。 网传视频显示,爆炸后的破坏力大,楼房不少楼层的门窗被震碎。 民众说,真可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